中国知名杂志的年度派对一直以来都是时尚和娱乐圈的重大盛会 不少明星都会盛装出席 但今年的典礼上却不见红毯女王杨幂的身影 虽然有粉丝透露她是因为正在拍摄新剧所以才没有参加 但不少网友看完红毯转播后 却立刻瞄懂杨幂没出席的原因 因为这一届的红毯主持人 正是前夫刘凯威的现任女友李小峰 也要红毯主持画面曝光后 王杨幂纷纷直呼 难过杨幂不去巴沙盛典 而这也是杨幂第一次缺席典礼 在过去的两年中 她都是捐出最多善款的艺人 因此这次她缺席 对于典礼是一个超大损失 同时有不少粉丝认为 主板单位是故意找李小峰想要制造舆论话题 也在网上引起高度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